每次来巴黎我都会疯狂地逛街 那这次我就选择了巴黎最著名的老佛宴 Sales态度好 所以逛起还很顺很舒服 好了 那大家快跟我一起来吧 其实我很喜欢龙香的包 很轻很好用 像这款是它的这个 LaPierge的小羊皮的书包 算是我很推荐的一款 它的尺寸不大 但是其实基本上平常 你要装的一些东西都够用 而最新一季呢 推出了这样的小徽章 你等于可以给你的包包做一个定制 这个设计还蛮特别的 巴黎的这个包 虽然很多人可能 不一定认同 但是它感觉就是很随性 而上的颜色这种碰撞是非常 就是怎么说 对比感非常强 是非常适合这种街头的混搭的一款包 这个品牌呢叫Fulfill the Blush 是一个以前做这种狩猎产品的品牌 我刚才看到他们出了这款包 我觉得很有特点 它是一个手榴弹的设计 但是呢又没有那么爆裂 加上一个红色的桃心 就是一种爱的诱惑的感觉 我觉得这款包是蛮推荐的 也是他们经典的一个新款 Chloe的包里呢 我最推荐的呢 就是Chloe的Roy 它呢是Chloe的最新款设计 也是新设计师Natasha来了以后呢 推出了一个全新的这个包款 它呢两边还有Chloe这个经典的圆环 同时呢这一季加上这种 这种非皮质的肩带 所以让它感觉看起来更有运动性一点 这款呢就是Monet的Regime 是它的经典款式 那这款包呢就是看起来非常的Classic 而非常的Elegant 是一个非常优雅的设计 那这款包呢价格其实很贵 但是呢如果你喜欢Monet这个牌子的艺术感 和它这种皮质呢 其实可以从一些小皮件开始 比如说像这种很可爱的小挂坠 它看似很简单 其实里头用了不同层的这种皮质 把它叠加起来 颜色的拼接也非常的漂亮 这支呢是路易维登现在非常火的一款 小猫箱 那它呢就是用它最经典的 这样大的猫箱的形状 把它做成了一个迷你的设计 其实你说它能装多少东西呢也不多 但是呢就非常可爱 而且就是现在其实很多女生都有烦恼 就是说找不到一款完美的手包 其实这款包呢除了平常可以肥 因为它有个肩带 也可以搭配裙子做一个这种小碗宴包 最后再给大家看一眼这一支 来自爱亚云的马尺 它把这个水桶包呢 加上了这个毛毛涂案以后 还有这种牙齿 还有它头上的毛毛的发罐 感谢大家今天陪我来逛街哦 今天收获满满 那我们就下次见咯 起来 期待